大家好 我是周教練 在講解完正手發球之後 我們接著要跟大家介紹 反手發球的基本技巧 反手發球在雙打比賽中很常見 大家要認真的學習喔 首先我們右腳在前 左腳在後 將重心放在我們的右腳 身體面對擊球的方向 用左手、食指跟拇指拿球至於腰部的位置 球頭自然朝向球拍 以小背帶動大背 將球推至後場 站位身體方向 握球方式都與長球相同 但使用力量較小 重點原則就是過往時 球的高度越貼近 往直越好 周教練要提醒大家 有一個發球犯規的特別注意要點 在擊球瞬間 拍面的高度 都可以超過我們的腰 還有我們手腕 好 大家都學會了反手發球的基本技巧以後 回去反覆的練習 就能夠融會貫通囉 發球時 身體重心不變 擊球瞬間 身體面對擊球方向 發短球時 球的高度越貼網越好 發球時 拍面不可高過手腕及腰部 為先速挑戰